大家好,我是Skipper 这里是React的第二课 React的一些基础语法 上节课我们讲了React运行的原理 包括State,SetState,Rendor方法等等这些的相互的作用 然后我们用一个工具 Create React App创建了我们的第一个React程序 但是创建出来并不是大家理想中那么简单 它其实结构是特别复杂的 尤其是一些没有接触过自动化构建工具 例如NPM这些工具的同学来说 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Create React App 给我们创建这个Demo1这个项目里面 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文件 我们将这个项目拽到这个VSCode里面来 然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文件夹以及很多文件 文件夹主要是Node 首先是这个Node Modules这个文件夹 里面是一些主件一些依赖包 这个文件夹一般我们来说都不用关心 下面一个是Public 这个是存放一些静态文件的 比如说我们页面中会用到的Index.html 然后在接下来里面比较显著的是这里 它引用了一个DIV ID为LUT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的一种写法特别的像 这是一个静态的模板 然后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个SRC文件夹 里面是REAT的原文件 是我们主要编辑的区域 然后接下来下面的一些零散的文件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说明 这个REATME.MD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解释文件 是对这个项目的描述运行方式的 如果有一些同学之前看过我的MarkDum教程 或者说写过MarkDum 逛过Github的话 应该对这种文件格式会相当的了解 它里面主要是对这个项目的一些描述和解释 教你怎么去运行这个程序 然后PacketEdison里面是 这个项目的包的管理的一个文件 我们也经常将其称之为脚手架文件 就说它像是一个 你在盖楼的时候用的一个脚手架工具 你要通过它爬上去才能盖好这个楼 它是个中间的工具 记录了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什么包 比如说我们用了REAT REAT DUM REAT SCRIP 等等等等这些工具 这是对我们这个CREATE REAT APP的文件和结构的一个说明 那重点在于哪呢 重点在于SRC文件夹里面 这是我们主要的编辑文件 里面是REAT的一些原代码 总的来说呢 我们对这个里面的一些文件和文件夹 不用过分的去了解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用的话 就是SRC里面去编辑 然后运行一些目录 去自动构建它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解读完这些文件和结构之后呢 我们来初步的看一下 我们主要编辑的SRC里面 APP.js里面的一些语法和结构 比较显眼的是 这里有很多之前我们去开发其他的 普通的前段程序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上面的import语法 下面的export 然后呢这里用了class extense 来表示创建一个类以及继承 然后呢 这里render之后 render函数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对吧 只是一个普通的ES6语法 但是里面的这一块东西 大家应该是处于能看懂又看不懂的这种阶段 这种东西呢叫JSX 它是一个HTML和JS的结合体 所以说它会像HTML一样去写一些属性 但是呢 有一些地方又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个logo的语法会让你有些困惑 我们这节课主要的重点呢 第一个解释import export等等 这样的一些ES6里面引入的一些新的语法 最后重点解释这个JSX一些语法的准则 以及写的规范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要的这个语法和结构是什么 第一个是import from这个关键字 在我们代码的第一行到第三行 都是import from 或者直接import某个文件 第二是class和extense 这两个是实现类和继承的方式 在这里呢 我们会相对上一课来说 举更多的例子 需要大家去理解它跟ES5的构造器和继承有什么区别 第三是land函数 之前我们自己实现的demo里面 land主要的作用是 理解你一个字符串 在这里呢 在react里面 lander会直接的将后面的JSX宣扬到页面中 上节课我们也做了一个示范 在这里编辑了个h1 然后页面中咔就出现了 就说我们不用过分的关注这个框架实现的细节 对这个阶段来说 知道它怎么写更为重要 然后第三是这个 isport default app这一行代码 import语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五是JSX的语法和细则 就中间这一块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学习完这些之后 咱们在最后呢 做一个小小的demo 就是我们之前点赞按钮的一个例子 但是呢 这次我们是用真正的react来实现的 好 首先是import from 这是一个引用其他组件资源的一种方式 它比较类似于command.js中的require 不同的是这是ES6标准实现的 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在command.js之前 在node课里面说过 这是一个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解决JS文件之间无法相互引用的问题 这是JS语言设计的是一个巨大漏洞 那我们以前 比如说我们在引用这块的时候 我们一般要怎么这样 在另外一个JS里面去引用它呢 一般来说我们要通过一个媒介html 对吧 在html里面用这个secure标签 对他们进行一个前后相互的一个引用 这样的方式来使用这quire和cs 现在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个html的环境 那么这些文件之间相互引用 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ode推出了command.js这个标准 那么es6里面也补充了import from 这么一个标准 来实现这个文件引入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三行语法呢 对应的三个import 他们分别解释是 第一个是引用liate及其component 这个大家会有点问题啊 咱们待会会重点讲这个 先不着急 第二个是引入一个liate logo 这是一个图像资源 一个image 那这个引入之后它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也可以引用吗 引用什么用呢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console log一下 看它引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console log logo 注意啊 虽然你可能觉得在这添加代码很奇怪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写的仍然是js 所以说按js标准来写就可以 保存 然后看croom的一个刷新 localhost 3000 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引入的是什么 我们console log一下logo 发现logo这个变量实际上是个什么 是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里面的内容呢 就是它的一个路径 所以说在import 在实际去处理一些文件的时候 它处理的一些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引入图片的时候 引入的是它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最后被放到了这个jsx里面去使用它 但呢这一段你可能还看不懂不着急 待会我们去解释好最后一个呢是引入一个app.css 这个css资源 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里呢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包叫cssloader 一个css的加载器 那这个加载器的作用呢 是让你在react里面可以直接去引入这个css文件 而不用在html里面再次去用这个link标准去引入 在这里引入的app.css文件呢 会被放在这个html的head里面 我们打开app.css里面呢是一些啊 都是app开头的一些代码 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最终编译好的一个结果里面 它会在哪打开head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有了一个style标签 点开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全是app logo app header app header 通过这个cssloader引入css文件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css文件会直接的放到这个 编译到这个html里面来 这里呢就不用我们担心这些引入的一些问题了 这样呢会更加方便 你看到哪个组件用了哪个css文件会更加直观 不用反复的去看这个html的一些引入 跟管理的一些问题 我们首先把这三个例子讲了一下 要介绍一下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我们要对比一下 它跟command.js里面的require command.js我们一般引入一个文件是这样的 通过比如说 import.react.from 对吧 通过from语法 import.react.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假设这有一个水池子 它叫react. 它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你import把里面的一部分取出来去使用 是这么一个词 import什么什么 from什么什么什么 那么同样在我们的command.js里面呢 我们用的是require语法 比如说var.react.require 去引入一个require这个包 然后另外一点 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括号的意思 它的语法类似于command.js里面呢 我们引入react之后 再去引入react这个对象下的另外的一些组件 或者说另外的属性或者方法 那这个语法是怎么来呢 这个语法其实不是特别难 它是一个es6里面对象抽取属性的语法 那么你要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就是说你在引入component的时候 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什么是等价的呢 react.component 它跟这个component是等价的 OK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改一下 因为在这里呢 component是在这里引入对吧 那么我现在改成什么呢 react.component 如果它们是等价的话 那么这个代码运行起来 应该跟之前一样 不会出bug cddemo1 yarn start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react程序 扔扬能正确运行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用这个花括号去引入的component 它的本质就是react.component 那这个语法的细则是什么呢 语法细则是这样的 它在es6里面是在对象里面直接去提取属性的一个语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个花括号 它的意思啊应该是这么去理解 比如说我们定义了一个对象叫object 它里面有三个key abc 然后呢有三个value分别是字符串 那么我们想提取某个属性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比如说wa d等于object.a 或者说我们wa a等于object.a 但这样呢无疑写起来是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是想直接去使用这个object里面a这个属性 这个尤其在我们写node的一些接口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 那在这里呢就不展开说了 那么它这个的语法的概念呢 wa a 看这里也用了一个花括号 等于object 意思呢 是直接object里面提取a这个属性 并且呢命名为a 就说我保留的原来的这个这个件的名字不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控制台 wa object 等于a this is a b this is b 然后我们先尝试这么一个语法a等于object.a 这应该大家都没有问题 只是将它a复制为objecta这个字段呢 好我们再来试一下别的wa a等于object 这什么意思呢 这相当于是直接把object这个a这个件和值提取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a这个变量就是this is a 它们两者的语法是相似的 它们两个语法不一样 但是呢它们两个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它们是一个相似的一个语法 好这是这个问题就component提取的时候 就是我们以后会经常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要在一个特别大的组件里面提取某个小小的部分出来 一般都会用这个花括号来提取 然后这里呢给出了这个例子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咱们第一个问题 import from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this part呢 那么它跟import是相对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this part的一些问题 因为按照顺序来说 我们的this part的语法呢是放在比较后面的 对应的this part讲了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例子去练习一下 this part的语法的意义呢是将变量引出给其他组件使用 类似于node中的this part 这是yes6名实现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新建个文件叫add.js 里面呢实现了一个函数add等于function 它非常简单 接收a跟b两个变量 然后呢return a加b OK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可能存在一个情况 比如说add.js啊 你可能这个算法对吧 假设是个特别牛逼的算法 你很多很多的组件都要去使用它 那么我们最好的方式呢 就把它提起出一个文件 然后呢在别的文件里面应用它 那怎么去引出呢 对吧 别的文件要引入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比如说app.js要引入的话 它应该这么写 import add from 对吧 用这个路径 add 对不对 引入这个文件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这里console log一下 console log add 1加2 1和2 那我们当然现在是运行不了的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我们这个还没有引出 那这怎么引出给别的组件使用呢 export default add 默认去引出一个add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只用了一个export default default什么意思 是默认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默认引出了app这个函数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realt程序 在这里我犯了一个小错 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add算出的结果是3 对不对 这里报了一个错 什么错呢 这里报错说 你的import语法应该放在最开始 放在任何其他语句的前面 因为呢啊你可能啊他不像comment.js那样 就是你跑到哪里快到哪就可以了 这里呢是有一个编译的优化的 所以呢import就好放在最前面 这个就是import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再引诱别的语法 比如说叫啊 减对吧 减语法function a跟b 然后return return a减b 那么我们export default用过一次 那我们想引出别的export 减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去引出其他的主件 它语法是这样的 export一个花括号减 然后呢我们保存 好现在我们如果在这里又怎么办呢 我们默认引出了app 那同样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抽取 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减 我们对吧 像这个return一样 我们不仅默认引出了add 并且呢引出了这个减这个函数 然后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console.log 减 一二保存 那么呢这也会出现一个结果是负一 这个就是export的语法的一些问题 就说可以把我们当前的函数啊 或者是说组件啊 或者别的一些变量啊 引出给其他主件去使用 当然呢在return里面也是这么实现的 就说我们在使用这个importreturn component的时候呢 你可以发现啊 它跟我们自己实现这个add的export是一样的 OK 这第二个问题 export的一个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什么呢 第三个是class和extend的这个关键字 这个说解释其实很简单 它是在es6中这个类和继承的一个表达方式 既然说是es6 那很多同学对es6不理解的话 我们就以一个es5的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实现继承的时候 在es5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实现一个animal等于function 对吧 我们会这么去做一个构建器 this.type等于animal 这是一个动物 然后呢我们实现一个人类 human等于function 那么人类怎么去继承动物呢 在我们es5里面用的一种继承方式是human.property等于new animal 处理一下啊 this.怎么说呢 我们初手还有一个属性吗 haze OK 身高 this.haze等于haze 对吧 给我们初手提供属性 这个语法呢 是es5里面用这个构造器的原型属性实现的一个继承 我们看一下这么继承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啊 在app.js里面写的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应该会有human这个类 好刷新一下 我们看看 现在呢我们有了human这个类 现在我们有了human这个类 但是呢在这里空就它打不出效果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这个代码啊 它并不是在全球中域里面的 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console.log new human OK 身高呢 180 对吧 1米8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实现继承之后 那么human类呢 将会拥有animal类的一切的属性跟方法 比如现在我们看一下 human它的原型什么 是animal 那么animal呢 它有个type为animal 这是在animal类里面实现的 那如果用es6怎么去表示呢 es6表示是这样的 class human instance 但是这之前我们要实现一个class为animal 实现animal类 我们先把之前的代码给删掉啊 给删掉 你可以写一下事实 但是呢 你看一下就够了 this 点type 等于animal 然后再下来extense animal construct haste 然后呢 this.haste 等于haste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cosl log一下 new human 身高呢 1190 对吧 长高了 然后呢 我们保存 在这里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如果要用构造器的话 必须super 对吧 用super表示继承复类 现在我们human 是不是实现了继承 虽然说 这些属性跟方法的结构跟之前不太一样 但是呢 可以看到 property跟刚才的animal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es6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以继承复类的属性跟方法 那么这里呢 我们之前的例子也说过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为了为什么这么写呢 因为有很多方法是在component里面实现了 那么你只要继承 就能拥有它所包含的这个框架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比如说setState 好这是第三个问题了对吧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class和extend的一个问题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这个rand的函数的一个问题 rand的函数的作用是将这jsx渲染这个html的dump到页面中 那么我们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之前我们在实现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做没有这个编译的这个能力 就是直接拟了一个字符串 那在真正的reader里面呢 里面只要写 那么它会自动的就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渲染到html里面了 比如说上一课我们写了个h1标签 这课我们再来写一点 比如说h5这是jsx保存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浏览器 就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呢 会被渲染到html里面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是在reader里面呢 是必须要实现的 不实现就报错 因为呢 每个组件都必须要有这个html 然后我们先保存 会发现这里报了一个错 它报错很简单 rand is not a function 就是说你必须要实现rand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组件才能真正的写好 我们撤回一下 如果有rand的方法 那一切就正常了 而且注意rand的方法 必须要返回一个jsx3 是对当前的我们来说的 下一个问题是 rand的函数 只在state改变或处罚 就像我们之前实现的小框架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确定状态改变了 才有必要去更新这个界面 你不能用设个定时器来更新吧 对不对 必须等状态改变了 才有必要去更新 应该这么去理解 而不是死机硬背 这是我们rand的函数 讲完之后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